而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天下午是到六歸地區 視察西底變道施工的進度 隨後他也關心 上到前一波寒流影響當地的農損情況 只是現在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大 目前有觀光旅遊業者因為防疫得要放無薪假 但因為市府的財政結局 現在希望中央可以伸出援手 每個月發放3000到5000元 並且持續三個月 補助這些放無薪假的勞工 對此新任的新聞局長鄭兆新 也向中央喊話 韓國瑜不畏千里 周三下午來到六歸山區 視察高133縣 西底變道施工情形 看得出來韓國瑜忍住了炮火 避免失岩風波 畢竟西底變道自從八八風災中斷 即便重建完工 但又因為好雨重刷 至今人無法通行 現在韓市府也顧及民眾行的權益 但農民的生計也很要緊 這個農民損失將近三分之二 這個是很嚴重 受到前一波寒流影響 六歸地區農損金額高達380多萬 受害面積也達到61公頃 因此韓國瑜也馬不停蹄 前來關心 只要農民確實有損失 立刻我們會啟動一些補助的計畫 該申請的 我們也會去申請 承諾協助農民度過難關 但武漢肺炎疫情 勞工也有難關要過 因為防疫的關係 有勞工得放無薪假 現在傳出市府 因為財政結局 希望中央伸出援手 每月發放三到五千元 且持續三個月 補助這些放無薪假的勞工 如果中央剛好經費也不足 那我們就來看看 有沒有所謂的替代方案 或者是來 有什麼其他的方式來籌措 新任新聞局長 再度披掛上陣帶打 就怕防疫期間沾染政治味 韓國瑜依舊保持低調 繼續市政優先